首相署部长能斗司理阿沙利纳今天在国会提成2017年儿童性犯罪法案一读 条文针对儿童色情物品诱骗儿童和性侵儿童相关罪行 制定3到30年不等监禁和鞭持刑法 一旦法案通过性侵海童者可能得坐牢20年和遭鞭持 2017年性侵海童罪行法案共有26条文 并将海童定义为年龄18岁或以下者 阿沙利纳更特别提到这项法案也将对付受害儿童所信任的人和知情不报者 他们都会一并受到严厉对付 大批执政和在野议员也难得同台 表明支持立场 阿沙利纳也相信双方接下来能提出更多建议 包括开放辩论环节 以针对有议员认为刑法还不够的部分 另一方面在野党国会议员也成功收集到 5万6千个支持这项法案的签名 借此把人民看中这项法案的心声传达给政府 巴特空间陈宝额国会大厦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